現在不能去日本 讓我教大家日本菜位置一下你們的旅遊人 今天我會教大家北海道野菜雞腿湯咖喱 煮咖喱火候很重要 但很多人都說電磁爐沒有明火那麼好 我試過用樂信牌IH電磁爐 它有九段火力調節 煎炒煮炸都可以應付到 而它雙爐頭都有2800W火力 爐頭還有紅色光圈顯示 爐熱就一定知道,煮飯都安全了 雞腿用叉在雞肉中叉小孔 令它容易入味 鹽和胡椒粉醃最少1小時 洋蔥、紅蘿蔔切塊 蓮藕、南瓜切片 叉葵去定 然後我們按一觸碰煎炒模式 燒熱鍋後再加橄欖油 雞皮向下,用中大火煎至兩面金黃色 不用煎至全熟,我們主要是鎖住肉汁 之後拿出來備用 我們開鍋下洋蔥和咖喱粉一起炒香 再加入紅蘿蔔和雞湯 中大火煮滾後再加入咖喱磚拌勻 之後就將煎過的雞腿放入鍋裡 蓋蓋蓋再用小火煮20分鐘 平底鍋落入 先加入南瓜和蓮藕 再加入少許鹽調味 這個爐最棒就是兩邊爐頭都可以同時使用 之後我們再加入車尼茄和秋葵煎熟 然後我們將已經煮入味的雞腿和蔬菜放好 美味的湯咖喱就完成 而且還可以混合白飯一起吃 我希望這個北海道湯咖喱可以幫大家尋回日本的味道 美味的